Hello!歡迎收看EZ哥仔 不知道大家4月1日有沒有被Edan騙了一會呢? 啊啊啊啊啊啊!愚人之快樂! 騙了兩次呢? 哈哈哈哈 愚人之快樂! 這次投票要說的是Edan在4月1日出的派台歌ELEVATOR 他是第一首Edan的個人跳唱派台歌 相比之前的pop song類型 E先生連環不幸事件 又或者小孩聲的style是十分不同 因為這次是個人歌 隊友全部都不在自己身邊 Edan自己也說過,這次是比較Lonely 和Hit 但代表著著屎門,就有機會看到Edan在台上的個人跳唱演出 這次的作曲人是來自加拿大溫哥華一位韓裔的音樂人 他叫做Daniel Kim 金元奕和他的團女 他還有很多身份,他是網絡歌手,也是講師和老師 更是一個很知名的音樂 producer 在香港方面,他之前作過Anson Lo的Megahit 參與Color Call My Name的作曲 以及參與羅志祥的復出新作,Trap Game等等 通常我喜歡這類快歌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的歌詞不用太大重量 也不用說什麼好大的道理 內容多數都是很直接到位的 我過一日無論什麼心情都可以聽 歌詞是簡單描述一個人,坐電梯的過程 等得好心急,等到入電梯了,又停停,那些卡住卡住的情況 人人都一定試過,所以一定會引起很多人的共鳴 而憤詞是想比喻大家人生中遇到的重重難關 他最後就跟大家說,放鬆點啦,看你都控制不到 但我都面對過一些根本輕鬆不到的情況 在兩天前,被這首歌洗了路的我 在十幾樓坐電梯下街,一關門,看到有隻蟑螂在裡面 我那時一邊怕,一邊縮,一邊移動的位置 我都在唱著,ELEVATOR,ELEVATOR 那時我就知道這首歌的哭拉真的很厲害 就算我怕到蟑螂,都會拉在這裡 我相信很多爵士們,一坐電梯都一定會唱的 最後,說到ELEVATOR,就在這裡送兩個冷知識給你們 第一個就是,講了一萬年了 如果你搭搭一下電梯,然後電梯突然加速下降 你可以做些什麼呢? 其實已經證實了,在臨落地的一秒起跳是沒用的 因為你是敵不過電梯下距的重力 除了有人說過可以貼牆,然後曲塞 希望可以減低一點撞擊力 曲塞可以射走一點 當然這個方法很消極 這個情況很狗死一生 最近還有聽到有人說過 你可以試試按每一層的按鈕 希望可以trigger 到電梯停下來 第二個就是,你們有沒有發現電梯通常會有一個洞在上面 那個洞我小時候就以為關電梯的時候都是呼吸的 但原來是讓那些電梯的人在外面開到電梯 那是鎖匙洞來的 好,今集的EG Music就到這裡了 接下來挑戰自己了 希望一個星期出到三集 不會影響我原本要出的影片 結論是什麼呢? 即是你們一個星期,可能每五天見到我了 Slogan EG Love Music, Music Love EG 如果繼續想知道樂壇有什麼新歌出,有什麼最新消息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常規片一四會繼續去,記得follow我的Facebook和IG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拜拜